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话也不说 他大概是把那个手机 藏在床的什么地儿 一翻身 就把微信的视频打开了 可是我接通了 他又不听 然后一压 可能又给压关上了 南京抗战博物馆 私人抗战博物馆的老蚂蚁 十月时候给我挤螃蟹 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挤螃蟹 那螃蟹特好 是我吃过的第一次 我吃过的最好的大家蟹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比我在无锡 华老板 就是造那种白色包装物 那个白色污染的那个华老板 华老板全世界的那白色包装的那种东西 都是他造的 我在他那吃过 大闸蟹 是相当棒的 太糊的 但是都没有老蚂蚁给我的好 老蚂蚁是一红二代 后来在南京替人看一个私人博物馆 我在他那博物馆第一次看见了二次大战时候 日本兵的避云套 避云套很厚很厚 就跟我们橡胶手套似的那么厚 而且可以摸 我还拿出来 那是一个崭新的 还没用过 是二次插大战 你想那就得是七十年前的避云套 很厚 跟他们皮手套似的 戴上肯定 据说那个时候 日本兵很在乎卫生 因为战场就是两件事 一是死亡 死亡之前什么事都想干 最销魂的就是找女人 当然那些是受军了 但是他们自己带着他们的卫劳队 叫卫安妇 在这两者之间就是喝酒 就是喝酒 我最近就是开始学习喝酒 我觉得中国人最喜欢喝的酒 不是红酒 不是啤酒 而是茅台 我这有各种茅台 但都是最牛逼的茅台 这都是飞天的茅台 我现在已经是茅台专家了 由于是茅台专家之后 然后那个 然后 我就也定制了在茅台 茅台就茅台镇定制了茅台 而且我觉得我定制了这个 这话特别狂 二四大战有一个一百零二师 老人一说到能打仗的部队都是贵军 贵军就是广西的那个贵军 李宗人白冲洗的和钱军 钱军就是贵州 那个是贵林 那是广西 这是贵州 钱之旅 那个钱军 这些部队由于都是山民 越住在山头上的人 越能打仗 越在水里的越不行 比如像缅北 住在水里的 他们叫歹族 歹族特干净 文明程度比较高 尤其是那个歹族还分汉歹水歹 尤其住在水边上河边 湄公河边上 我们这边叫蓝沧江 湄公河边上那些水歹 穿着统裙的 摇摇摆摆 又干净又漂亮 原来有个大毒枭 叫昆沙 昆沙他妈就是水歹 昆沙他爸是汉人 然后生的昆沙 昆沙是金三角最大的毒枭 昆沙能成事是因为他手下有个参谋长 他参谋长叫张苏全 张苏全 我这牙呀咬不准阴 给我这香牙还没香上呢 那个张苏全 张苏全追求我的一个学生 我那学生叫汪清 原来是云南日报大官楼复刊的 我跟他去过金三角 他长的就是南方那个人 黑黑瘦瘦 但是该高的底高 该低的底低 小巧玲珑 你走那种山路 就跟那个前军和贵军似的 前军贵军都特能打仗 你看到后来是林彪的部队 打到那个西南 就是那叫什么 云贵高原的时候 林彪就不行 后来脱颖而出的 就是后来是南军军司令的 那个人叫什么 他一个人走乱了 一下就插到贵军的背后 然后异军突起 忠心开化 直接跟林彪用无线电联系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那叫什么来着 后来是由于跟林彪此人帮有染 就给撤了职了 后来是老吴索阳也是 据说那个级别给降得很低 就跟我这个一到新华社 就是主人计则 退休也是主人计则 三十几年不给晋升的 那哥们后来看病 有好多战友帮着他 那人叫什么来着 就在嘴边两个字 还打过那个打过西藏 就打过中印反击战 他是前线的总指挥 我就不说那人名了 打仗的人都喜欢喝酒 战地记者也是 叫酒壮怂人胆 你看这个茅台 我喝了这茅台之后 我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百徽章 百徽章是萧雄中的英雄 战争中会出现好多萧雄 像曹操那样的 袁绍那样的 袁树那样的 但英雄不一样 英雄是有担当的 所以我就说 百徽章是英雄 萧雄中的英雄 第二句 我说百天顺 就这个酒 是茅台中的尊义 为什么说茅台尊义呢 这百徽章他们家 是贵州的大军阀 军阀里边 那就是当地救中国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有枪就是亡 像那样 杨虎城没枪 是棒可 就是打门棍的 给人一门棍打晕了 西北穷啊 老说东北虎 西北狼 杨城虎起家 是棒可 既没刀也没枪 有枪的叫枪可 就拉不对了 没枪的叫刀可 拿刀剪净 渭南那边叫绍华山 华山 华阴县华县 然后既没枪也没刀的 叫棒可 就拿一大棒子截到的 叫棒可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有人打此过 留下马力买路财 我这牙呀 再不弄了 就不会说人话了 老是跑风 不仅叼不了盘 还说话跑不了风 还跑风 第二句 另外呢 我们都知道尊义会议 我党开尊义会议的 那个会址 伟大领袖 获得了红军的指挥权 实际指挥权的 伟大的尊义 尊义会议就是在 百徽章他们家开的 百徽章是前军 就是贵州军阀里边的 最能打仗的 当时他是最能打仗的 是叫102师 是102师的师长 中将师长 打过好多恶战 比如万家领会战 南京会战 我不是具体搞战士的 我就想不起来 那些都有什么战了 其中万家领会战 主要是他打的 后来谁来接他换房的呢 74师啊 就是张领埔 那会儿叫74军 我呢是去那采访过 采访过 我知道这段历史 实际上是前军的 102师顶住 后来损失伤防台大 然后就换房 张领埔的整编 74军去接替 前 接替前军 102师 中将师长 他们俩后来都是中将师长 然后呢 第一句就是 百徽章是 萧雄中的英雄 第二句是 百天顺是茅台中的尊义 是吧 因为尊义最重要了 尊义是 那个最重要的城市 它是大军阀嘛 而且我党尊义会 那个会址 就是他们家开的 第三句 叫唐诗增 是卡帕中的海明威 或者是唐诗增 是海明威中的卡帕 因为卡帕是摄影的 是海明威的干儿子 海明威是写文章的 我在写文章的里边照相 在照相的里边写文章 就是钱中中说的 在飞禽里当走兽 在走兽里当飞禽 我就定制了一批茅台 这个不管是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你去前方 去战场 如果说 你一害怕就去不成了 我这又煮我的大白菜 煮我的大白菜 煮我的粉条子 我的那些豆腐 油豆腐 油豆腐泡啊 顺一个哥们给我快递的 早就被我吃完了 没办法 我就用老苗儿子 给我带来的内蒙的 大粉条子 我这没有猪肉 我是怕油 我就是白菜炖粉条子 这白菜呢 是那个谁 那个河北文安的村支书 给我送了的白菜 这村支书啊 怕我 一到我这多了多缩 嗯 然后那个上次手套丢这了 这次我也不知道 我发现四皮液体 我也不知道 这四皮液体是什么 啊 我以为是他们 谁送的的油呢 好像也不是油 我也没开 是不是他给我带着什么喝的 忘了这了 他也不跟我解释一下 这村支书啊 都怕我 我认识一百个村支书 啊 都是北京周边的 给我送吃送喝 所以我现在是自己动嘴 风衣足食 怎么叫自己动嘴呢 什么好吃 我就说什么 是吧 自己动嘴 弄得我闺女现在都特别牛 特别骄傲 现在都说人劳动啊 有体力劳动者 有脑力劳动者 我是嘴力劳动者 什么叫嘴力劳动者 就刀逼刀逼说呗 嘴力劳动者 吃着我认识的那一百个村支书 给我推荐来的好东西 有没有不好的 也有不好的 但基本上都是好的 不好支书不会往我这送了 不好的呢 我就不说 好的我都提一下 哎 比什么什么好 但是呢 我说什么好 我并不卖啊 我把会把那个村支书 或者那个厂家的电话 留在那 你们自己打电话去买 去加人家微信 好呢 就买 农民都不容业 嗯 而且快递成本都高啊 现在最可怜的就是农民 是吧 阴天下雨 今天北京又下雪 啊 这一个倒春寒 对双姐多有影响 啊 你不知道 啊 只有农业跟大自然的节拍 紧密联系 我写过一本书 我在美国当农民 即使美国的农民 也是社会里边最和自然接触 最近的 也是最难的 是吧 一场温度 一场灾 一场汗 对农民都有影响 一场重灾 什么之类的 嗯 我打仗的时候 没胆 海湾人呐就靠喝酒 那时候主要喝啤酒和威士忌 威士忌买不起贵的 买红的 买便宜的 就是红方 是吧 红方 有红方 黑方 蓝方 最便宜的是红方 大概十几美元一瓶啊 烈度高 就是 就是威士忌 所以到现在 我还是老怀念威士忌 嗯 现在才知道 白酒酱香型的 哎 真正的 不是勾兑的 那才是好酒呢 啊 这是有我logo的 我这logo 是我儿子设计的 嗯 说你以前就用着 以前就用这个 但以前那个 没这个好看 没这个精致 我儿子又给我重新设计了 所以比较精致 哎 喝酒 哎 我后边这个像啊 就是美国的罗伯特里 南北战争投降的那个 我这个小孩 这小伙熊 是西点军校的 狗阿米 是北大中文系 八零级马辉送我的 那时候 他在美国留学学摄影 这美国学摄影 真是下耽误钱 下耽误钱 不仅耽误功课 还耽误钱 喝了这酒呢 有什么好处 第一 战地记者去拍摄的时候 酒壮怂人胆 另外在屋里写作 没有灵感的时候 哎 他给你来灵感 嗯 我这人第一 就是喜欢吃 啊 好吃的啊 喜欢美食 第二 喜欢书 今天那个谁 老蚂蚁 刚才我说 他就是 那个南京 抗日战争 纪念馆的 他跟我说 呃 有一本书 说 唐老师 你帮我宣传 宣传那本书呗 我说什么书啊 他说 一本叫 逆行者的书 我说 你就没给过我 啊 叫逆流者 你看他 唐老师 有个不情之情 可后请你在您的粉丝群里 帮助推荐一下 我寄给您的那本书 逆流者 啊 如果不便 全当闲话 我说 我没有逆流者呀 不记得 他说 我给您寄过一本 大约是去年夏天 夏天我就寄了 给我寄过螃蟹 啊 那时候小 小C也卖螃蟹 啊 我说 我就然后 我就不好意思说 我说肯定 你给小C寄 小C实话实说 名声大 CCTV 你就没给我寄 然后我就 他就给我发了一份面 我给您寄的 大约去年夏天 啊 我说不寄的 他说 我找找看 或者我再给您寄一本 我说 我毫无印象 他说 没关系 我再给您寄一本 我说脑子不行 一会儿的事就忘了 小时候的事 还记得 都是吃抗抑郁药吃多了 我这两天就抑郁 老想跟人打架 啊 老想跟人打架 我妈给我锁起来 说你别出去 啊 我老想跟人打架 嗯 就这两天 别拱我火 嗯 我说 我不是一般的抑郁 我说 我是 动手打架 暴力 造狂 他跟我说 少年斯文老来狂 这他妈就对了 对了 我在喝酒 是吧 哎 然后过了几天 他说 唐老师 逆流者收到了吗 我说收到了 正在拜读呢 以前是真没收到 啊 然后他对我跟我对不起 我说上次你一定记错人了 我第一在乎美食 其次就是书 第三才是美人 美人在我这儿得排第三位 啊 第一是美食 欢迎过季好吃的 一定精 但别给我瞎季 啊 因为比如像那萝卜吧 那个西城分居那哥们 给我送萝卜了 然后陕西那姐姐 又给我寄了三香萝卜 这三香萝卜 人家又讲一香 就变四香萝卜 四香萝卜 加上那 一下我真当兔子了 啊 而且我这没闷家 我连啃萝卜都啃不了 其他还有就是 比如奶粉 北京有一个叫陈雾的姐姐 给我寄馒头 那馒头真不如那个 我买那馒头 他那是怀柔高庄馒头 买完馒头 我一表扬他 我说馒头不错 豆包不错 哎 我就是客气话 哎 他就见我吃过东西都买 比如他帮我买奶粉 啊 就买那个窝靠奶粉 我这有窝靠奶粉 窝靠姐姐直供我奶粉 结果他又跑窝靠姐姐 那又去订奶粉 我一下就变成两份奶粉 两份奶粉 我又不做酸奶 我又不做奶酪 这奶粉放我这一到夏天多了 它就坏了 啊 就坏了 都是挺贵的东西 澳大利亚进口的 就浪费 所有东西不能浪费 第一是美食 第二是书 第三是美色 啊 你看像孙中山 孙中山 孙中山那时候在日本闹革命 就是说是吧 说第一爱书 第二爱什么 我第一爱的是美食 我这个 我人穷啊 人穷至短 老吃不饿东西 所以我第一 我是好吃 啊 有吃了就行 另外吃吃喝喝 也是中国人特色 如果说我找人要钱 一查就坏了 我顶多就吃点 我这么大 所以说啊 过去枪林带雨 现在吃喝玩乐 我这破嘴再吃 能吃多少啊 吃不了多少 这是第一 吃 第二我喜欢书 像这种书 尤其是外白书 它是旧金山出的 旧金山出的 而且我认为好的书 就是计时的 啊 世界上就普世价值 里边叫非虚构类 我们这喜欢小说 喜欢电视剧 喜欢神剧 喜欢瞎逼边 但在世界上稿费高的 销量大的 叫no fiction 就是非虚构类 非虚构类就是写时的 写时跟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世界更密切 啊 现在说真话的人都少 下他妈编 每都叫编故事 是吧 诺贝尔叫文学 但是真正的是非虚构类文学 非虚构类 又用文学的语言 又哲学思想的 把它叙述出来 这才是好书 第三 非虚构类里边又有大量照片的 才是好书 这本逆流者就是 用的很好的同班纸 里边有大量的图片 就像埃德加斯诺那一派的 也是我这一派的 所以这类书啊 是最难写 你得去采访 你得去采访 采访还得拍照 拍照还得记文字 这里边呢 都是口述实录 是一帮什么人呢 就是七八十年前 祖国沦陷的时候 有人就跑了 就润了 润到安全的地上去了 有人就碎了 就怂了 也有一帮人 既没润 也不怂 是吧 哎 然后喝我的那个英雄酒 那百徽章是萧雄里的英雄 啊 百天顺是茅台里的尊义 第三 唐老鸭是 唐诗增是卡帕中的海明威 唐诗增是海明威中的卡帕 他们出这种书 这种书比较贵 三十多美元呢 嗯 三十二块九毛九美元 你看我闺女 都对这本书充满了敬意 我也不知道怎么买 他说让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宣传宣传 我就没有朋友圈 我微信都被封号了 永久封号不得解封 我也没抖音 我只有在我的微博 有大概四百万粉丝 这两天又给我扼杀了不少 我有个微博 我还有个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有三十万粉丝 然后就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的微信公众号有十三万粉丝 我只能在这说一下 由于这本书太有意思了 我看得很累 我老了眼睛不行 我这眼镜呢 也有点问题 我总要才是我的眼睛 我血压一勾 眼压就勾 我一看东西 一看多了 就是双眼 我特别崇拜伟大领袖 那时候像 让孟景云啊 什么之类 给我念书多好啊 是吧 那个谁 孙中山的朋友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什么 就说 行掌 别人问他 好像孙中山问他 孙大炮问他 说一个男人的最高享受 是吗 那人就说 行掌天下权 就睡醒了以后 掌握天下的 最大的权力 然后是 最卧美人妻 然后喝了酒之后 躺在美人的大腿跟那 美人膝啊 膝盖那 你想 这头要是枕在膝盖那 那肯定是 奋着大腿跟去了 这本书呢 叫逆流者 是赖恩典住的 赖恩典这小屁孩呢 不大 说的是骑自行车 周游世界的 但是他呢 就在走滇满公路的时候 骑自行车 然后采访了 好多那些老人 写的这本书 这本书 好多珍贵的照片 尤其那些 当时的珍贵的照片 由于历史决限 当时照片的质量 所以并不是很好 但是这是一本 真正牛逼的书 它叫逆流者 它采访的不是懦夫 不是汉奸 不是王国奴 也不是润了的 那帮聪明者 他们不投降 也不润 就是牛逼 就是不肯低头 当然我没这种胆子了 我就是喝点 这个茅台 我自酿的茅台镇 传统佳酿 酒壮怂人胆 我就拿起相机 去拍那些 别人不能拍 不敢拍的东西 我去说那些 别人不能说 不敢说的话 还是我开始那句话 就是我 孤君深入 诸神附体 自赦自嗨 一境到底 我原创 我自主 我不可替代 我自嘲 我自省 我自去 我原创 我自主 我不可替代 我来了 我看见了 我赢了 这是凯撒的话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用拉丁话 叫 Vini Vidi Viki 一说这话 就跟 想起 这拉丁语 就等于世界的古汉语 我就想起 孔子的话 孔子叫 所见识 所文识 所纯文识 这是春秋公洋传 里边的话 就是孔子说 最重要的东西 是所见的东西 所见识 就是你亲眼所见的东西 你看那美国兵老 亲眼所见 第二 所文识 亲耳所听到的东西 第三 所传文识 所传文识 别人又传给你的事 在我这 都是所见识 不但是所见识 而且一境到底 不剪辑 和平鸭 百天顺 茅台中的遵义 说到这 那个沙尘 沙尘是谁 我们家没电视 沙尘就是 中安电视台 那个 东方时空的主持人 小伙子 挺精神 这个 沙尘 沙尘小伙子不错 给我拜年 不但给我拜年 刚给我发了一句 我眼睛不是不好吗 我说我看书 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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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沙尘 东方时空主持 我还是学 关羽 学 关云长 关二爷 喝 茅台 读 汉书 烛光之下 那个 关二爷 陪着 刘备的夫人 关羽 也好吃 好读书 也好色 但是嫂子 不能弄 是吧 好吃 不如饺子 好玩 不如嫂子 但他没玩嫂子 他让嫂子在后边 他在前面 替嫂子站岗 一个手里 拿着唐老鸭子 英雄酒 一个手里 拿着 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 拿来的 逆 逆 逆行者 逆流者的书 关羽是 喝着茅台 读着汉书 给嫂子站岗 好吃 不如饺子 好玩 不如嫂子 我第一喜欢 喝酒 很美食 第二喜欢 看书 好的 计时的 带插图的 非絮够累的 第三 喜欢美色 行长天下拳 罪卧美人妻